主料,木耳一朵,鸡蛋一个,主料,口齐子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木耳泡发,切碎,鸡蛋打散,加少许盐,金色调味,并兑入适量温开水搅拌均匀,将切碎的木耳放入蛋液中,烤开一锅水,搅拌好的蛋液放上锅饼10分钟,锅盖要卤一条缝,关火即可,口齐子, 最后放蛋液装饰,也可不放,口齐子自嘎明目,不血氧炎,尝试意犹豫身心,烹饪技巧,菜品特色鸡蛋乃滑,木耳爽脆,口齐子清甜,鲜嫩咳头,营养丰富,切碎的木耳,亦是和老人及小孩子食用,蒸蛋小窍南,鸡,半袋液的徐医是温开水,过凉开水,熬蒸的时候,锅盖不要太密, 可用筷子隔开一条等这样蒸出的蛋就先,嫩,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